這個大小便 樓梨大小便 請你打電話給我們 監管客有沒有花給你 那個使用資訟 攤販和大樓地下室管理人 你一句我一句 雙方吵了起來 互控對方才是真正違建 越寬度越高度 你寬度越寬的話 你們垃圾亂丟的話 門口萬一被抖住就不能開 你們會騎嗎 你不要弄那麼高 原來安樂市場內這一棟大樓 地下室被列管為防空避難室 長期招人棄置垃圾嚴重踢水 9月份市府要求管理人改善 後來為了避免垃圾 再度遭到亂丟 出入口架設為離 卻反遭到附近攤販 向市府檢舉是違建 180我們是順著樓梯的順向來蓋 那我們現在做好了 又有攤販在反映說 我們這是屬於違建 叫我們要拆 那我就覺得說 當初9月25號來會刊的時候 單位跟我們講說 這邊要圍起來要加個門 因為日後是防空避難 是要無條件讓大家使用 所以我們要考慮到基本的高度 那我們高度已經主動下修了 問那個有一個要在地下室 有那個高度 高度已經要過 那你就留那個高度 旁邊至少你降下來總可以吧 手機打開防空避難室 原本地下室積水垃圾都已經清理乾淨 但現在攤販和管理人 卻為了違離高度 安不安全互不相讓 雖然沒有列管過這樣子 此外一樓公廁今年4月份前 明明掛有環保署列管公廁招牌 但是錢竟然被人無故拆除 讓攤販一頭污水 而且它的那個 對 督導單位是建設局 建設局 建設局是什麼年代的 就是幾年 所以意思就是說 那也是故意檢 壓大的時候 它的粉食水 就直接又滴到地下室去了 這個都有拍照 這個孔都在這邊 這也是要改善 不然地下室永遠都會淹水 然後地下室又有一個旋景 有個水景 它也會不定時的一直冒水 我們安樂市場這一棟建築物 它其實已經有二三十年的歷史 那相關的攤販的營業 其實也這麼久了 它的排水系統 其實就是早期的那樣子的規劃 所以在這幾年來 那它的排水系統也已經老舊 所以說它的漏水的問題 確實也影響到 防災避難式的使用 跟我們建築物的安全問題 所以市場今天也特別提出來說 希望市府可以協助研究 看看有沒有有都更的可能 那讓我們的建築物 不但是達到了這個安全的提升 那也可以解決這個環境 不管是污水排水 或者是環境髒亂的問題 由於該大樓屬於私人建築 一樓零售市場 也是私有市場 針對公測維護 而避難式為例爭議 市長謝國良 陪同市議員吳化家到場勘查 聽取民眾意見之後 指示市府相關單位 將正義記錄下來 帶回市府再興演議 記者黃少民記錄報導